美方所谓的竞争就是全方位的遏制打压 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美方口口声声说要遵守规则 但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运田径场上赛跑 一方不是去想如何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 而总是要去绊倒对方 甚至想让对方去参加残奥会 这不是公平竞争 而是恶意的对抗 犯规了 字幕вot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